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3年到201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成都青阳区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的东华门遗址开展了长期的考古工作。 2月5号,接着来到成都东华门遗址进行探访,此时现场依然在进行着忙碌的发掘工作。 据悉,截至2019年7月,成都东华门遗址共发现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河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工程建筑群等重要遗址。 其中,蜀王府遗址出土瓷器残片超过一万件,包括碑、盘、斩、瓶等类型,是目前中国明代藩王府遗址中出土瓷器最多、品类最丰富的遗址, 为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提供重要文物支撑。 秦汉王27年,张仪、张若等驻成都城,其中大城为蜀侯、蜀相、蜀手之所。 此后的两汉六朝时期,大城一直为成都的政治中心,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副研究员张雪芬表示, 东华门遗址的发掘佐证了大城从战国时期到如今一直都是成都的城市和新区。 汉六朝这个阶段的大城,它主要反映了一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说明我们城都现在所在的东华门遗址这个位置, 它从这个战国时候,这个苹果派章鱼俱成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城市的核心功能区, 也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包括蜀侯、蜀相,他们的这个自所所在的这个范围。 据了解,东华门遗址的发现还证实了以往仅限于传说或文献记载的摩河池确实存在。 摩河池又名龙岳池、宣华苑,是隋唐至两宋时期成都城内著名的池苑园林景观, 该池开凿于隋代,唐代中叶以后声明见起,成为城内一大盛景, 是众多达观显规、文人默刻的艳影和游玩去处。 以前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它的范围, 对它的具体准确的位置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认识, 那么我们通过这一次发掘,对于这个摩河池它的东南和东侧的这个边缘线是掌握得比较清楚。 据了解,东华门遗址发掘的蜀王府,建筑群主要由城墙、道路、河道、桥梁、 木构建筑、水池、台械、码头等组成,功能上是工程内的院右区, 总面积超过24000平方米,约占蜀王府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其实关于蜀王府的这个建筑呢,它研究力也比较成熟, 但是呢,有一个缺害,就是关于蜀王府这个工程的内部的格局, 它的宗族线东侧的中段和它的北段呢, 以往是实际上是一个空白,就是不了解这个区域究竟是什么样的布局。 那么恰好我们这一次发掘呢,发掘的位置呢,就正好位于这个区域。 那么通过这次发掘,可以说是对于这个蜀王府的这个明代蜀王府的这个工程的东侧中段和北段的布局呢, 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据悉,成都市政府后续将重点进行对摩合词明代蜀王府遗址的保护和展示, 还将在东华门遗址周边有计划的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掌握周边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